是...是...是這一首 好啦 掰掰啦 啊~~~ 啊~~~ 啊~~ 啊~~~ 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嘎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綠渣豆漿的製作 那之前我有拍過一個 不綠渣豆漿的製作分享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參考右上角的資訊卡 那這個綠渣豆漿呢 是我常常做的一個飲料 因為它營養價值很高 那自己做呢也非常的經濟實惠 另外呢自己做的話呢 對於食材的原樣 還有添加的東西都會比較安心 不用擔心會吃到一些 食品添加劑的部分 那製作這個綠渣豆漿的材料 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準備一斤的黃豆 還有水 然後就是看你要不要添加這個冰糖 那添加冰糖的話 喝起來會比較順口 也比較不會膩 我覺得比之前我在做的時候加 那個白砂糖還要好喝 那我像我這樣子買的這個黃豆呢 這樣一包是一斤 它的售價才30元 那這樣子一斤的黃豆 就可以做出 6000cc的豆漿喔 那整個算下來 加上瓦斯和糖的成本 也不到40塊 就可以做6000cc 非常的經濟實惠 那自己選黃豆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挑了 那我挑這個是 飛機改黃豆比較好 然後它產地是加拿大 那在選黃豆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看它的品項喔 看這個豆子呢 有沒有一些發黑啊 或是變色的狀況 因為黃豆放久了 它會慢慢會產生一種黃麴毒素 所以你在選黃豆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你從食材的原樣就可以自己選啦 那你選的時候就選漂亮一點的 新鮮一點的黃豆來製作 比較不會有這個黃麴毒素的問題 那自己製作這個綠渣豆漿呢 非常簡單喔 那它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怎麼把黃豆呢 打碎喔 那因為沒有使用磨豆機的話呢 你要打碎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水分比例的問題 那我採用的比例是體積喔 黃豆1 然後水3 那也不是單純的就直接秤喔 那我等一下在影片中呢 再跟大家去分享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看這個 綠渣豆漿如何製作吧 那我們製作這個豆漿的第一步呢 是要先來泡豆子 把黃豆呢倒入鍋中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先觀察一下你的黃豆 有一些比較髒的黑的 或者是看起來顏色不太一樣的 品質不好的豆子 你可以先挑出來 好 大概少試一下就可以看出來了 我們要這樣這種 黑黑 稠稠的齁 然後有一些怪異形狀 我們把它挑掉 加入清水 讓豆子呢泡在水裡面 那泡的時間呢 大約是4個小時 那如果是隔天要做呢 你可以把它泡水然後放冰箱 隔天起來就可以做了 好那我們就靜置 來泡這些黃豆 那黃豆泡完呢 它體積會膨脹很多喔 好啦我們的豆子呢泡了一個晚上 這是我昨天晚上泡的 那隔天呢你泡完之後 你會發現整個體積膨脹很多 那我們這個豆子還不錯 看起來都很飽滿 漂亮 那我們做這個豆漿呢 一定要準備這個豆漿袋 那我們的袋子呢 不要買那個很白的喔 很白有漂白過的不好 它會燒有一些成微黃色的樣子 這是原色喔 這種比較OK 這種比較好 好那我們打這個豆子呢 最重要的是它水的比例 那它的體積喔 我在做幾次之後 我使用體積的比例是1比3 也就是一杯黃豆要配3杯水 這樣煮出來的濃度呢 比較適中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調配 你想要更濃的或是更淡的啦 好那我們要利用這個機器來做 那因為這個不是磨豆機 所以它用打豆子的話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打得更碎一點呢 你這個在使用的時候 那個有一些技巧 好那這是我的做法 我呢會先在這裡加3杯的黃豆 然後呢 你如果這時候就用1比3去加水的話 你的水會太多 然後就沒有辦法把它打得很碎 所以我這裡3杯的黃豆之後呢 先加2杯的水 好 只要2杯水就好了 這樣才可以把它打得碎一點 好那所以 你要記得我們是1比3嘛 所以3杯黃豆照理說是9杯的水 那我們剛剛只加2杯 所以之後呢 你要再補7杯進來 好 好 好那這個打的時間呢 要打碎一點 我再估計差不多要1分鐘 1分鐘時間 那要我們用搶個去打 好1分鐘到了 那我們打開來看看齁 那這時候呢 它很濃稠齁 你可以稍微去摸一下 還有沒有很多顆粒 這樣子摸起來是顆粒已經蠻少了 如果說你水一開始就加1比3齁 你沒有辦法把它打那麼碎齁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要補水 把它補到1比3 所以我們要再補7杯水下去 那你如果想要吸一點就多一些水 要濃一點就少一點水 好 所以你看我這樣抓齁 就是剛剛好 你這樣子的話 剛好就是這樣一大杯 好 那我們這個是有濾渣的豆漿齁 所以呢 我們把它 要倒在豆漿袋中齁 把它濾下去 那倒的時候要小心一點齁 好 那我們 都已經 倒進去齁 那個濾渣的方式 你也可以用粗的那個網子去漏 那這樣子 你如果用粗的去做的話 會有一些渣 那有渣也不錯齁 因為那是 含有豐富的纖維質 那你如果喝起來好喝順口齁 就濾渣整個濾掉 那就是要用這個豆漿袋 那我們把它稍微擠壓一下 把裡面的水分擠壓出來 好 那擠壓完之後 裡面就是我們的豆漿渣了齁 那就是我們要的豆漿了 那就是我們要的豆漿了 好 那接下來呢 剩下就繼續照此操作齁 記得就是3杯黃豆 9杯的水 但是在打的時候 只要2杯 好 我們繼續用搶的來打喔 那你如果一個人在操作的時候呢 一個簡單的竅門就是 你把這個 邊邊齁 靠在這邊 這個杯子這樣壓著這個邊邊 剛好可以幫你撕粒 好 這樣就很好倒囉 那當然如果是有幫手 最好幫你拿著袋子 那這個豆漿袋是很強韌的齁 用力給它扭的東西 它不像塑膠袋一樣就破了 那裡面這個就打完了渣 好 這個渣都已經很碎了齁 像粉狀 那因為這豆漿袋很細一致 所以它這個粉狀都會過濾掉 好 接著繼續做 好 好 我們要最後一次了齁 好 我們要最後一次了齁 一杯 一杯 三杯 好 剩一點點 我們把它全部 弄下去齁 好 那最後這樣總共差不多是四杯的量 所以最後你要算一下齁 四杯的豆 就要十二杯的水 對不對 那我們這次加三杯的水 那之後呢 記得比例齁 你要補九杯的水下去 這樣才會有十二杯的水 對不對 打最後一次齁 好 那我們這個豆漿 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要放到瓦斯爐上去煮它 好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生豆漿 跟之前做的那個不一樣 之前那個已經煮熟了 那這個是生的 所以你在煮的時候呢 一定要讓它滾 它滾的時候會冒出泡泡 也就是灶素的部分 好 那滾久一點 讓灶素呢 可以去除掉 我們要把它灶素撈掉 那這樣子呢 喝起來齁 比較不會拉肚子啦 因為有些人對灶素會過敏 好 我們把它放到爐子上去煮 好 我們開大火先下去讓它滾齁 好 我們開大火先下去讓它滾齁 然後呢 上面的泡泡呢 就要把它撈出 然後呢 上面的泡泡呢 泡泡呢 把它撈掉了 泡泡呢 把它撈掉了 泡泡呢 就是會 就是會 產生泡泡的這種反應 泡泡撈掉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豆漿的顏色 很漂亮的顏色齁 那在煮的時候 記得要時不時的去攪拌它 不要讓它在鍋頂沾黏 那等它滾之後呢 還會產生更多泡泡 我們到時候再來一起把它撈掉 它滾了以後呢 這個泡泡就 越冒越多齁 來把它撈出來 那開始滾了之後 你就會聞到濃猛的豆漿香味喔 非常的香 那等它滾了之後呢 我們就開 滾了以後我們開中火 讓它繼續滾 然後它會不斷的產生新的這些泡沫 把它都撈除 那我們就讓它繼續滾 那滾到什麼時候呢 差不多是20分鐘 洗到20分鐘 就是你觀察 它在滾的過程中 不會再有新的泡泡出來的 那個造術呢就是被我們煮掉了齁 就不建議 好 那最後呢 你如果要喝無糖豆漿就 這樣子就可以了 已經滾到差不多了 也不會有泡泡產生 那 我們小孩要喝 希望有一些糖 才比較會喝 建議加的就是這種冰糖 好 我是加差不多這樣一碗 那當然甜度你自己去決定 那我是加這個量 剛好甜度適中 那不要看這樣冰糖很多齁 因為我們這一鍋非常大鍋 其實加下去 就還好了 不會很甜 而且冰糖的甜味呢 相對這個砂糖 來說 會比較 不會死甜 有一種乾乾的感覺 那如果還有一些細微的小泡沫 你可以用這種濾網 它可以濾到比較細的泡泡 那個動態大的糖尺呢 會濾不到它 用這個的話 就可以把小泡泡都濾掉了 好 那我們這樣豆漿就完成了 你這個時候 你可以聞到很香很香的豆漿香氣 那再來我們就等它放涼 就可以來品嘗了 我們健康美味又陰陽的豆漿 做好啦 那只用了一斤的黃豆 就可以做出這麼大一鍋的豆漿 非常的經濟實惠 而且呢 你自己做的豆漿 從原料的原型 到烹調的過程 都可以自己掌握 所以呢 你不用擔心有什麼添加劑啦 或是其他不好的成分在裡面 健康美味的豆漿 我做得出來 你一定也可以唷 現在要馬上去動手做看看吧 好 那你們要喝豆漿嗎 要 要 那你要豆漿配什麼 我要豆漿配太陽麵包 配這個 他們剛好要吃小眼 那我們就來 喝豆漿配麵包吧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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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 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我現在是有一點氣管的味道 氣管 對 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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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管就是 有一個氣管 在掉漿裡面 它不會變 豆漿 很大好吃的 麵包麵包 好 有一點 有一點 你早晨變得還好 對 更好喝 超好喝的 要我都不能呼吸 我相信爸爸做得出來 你一定也可以唷 再教你自己做做看吧 拜拜 拜拜 阿姨下次見 拜拜 下次要拍什麼 要拍 我牛爪還沒有拍 放你書 好 那就放著書 或銅鑼燒 好 好 選一個 銅鑼燒 銅鑼燒 那你就會遲一個禮拜 拜拜 拜拜 我還沒說謎 不是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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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一個 下次請再看吧 拜拜 不是 是 是 是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 最好的 好 拜拜 拜拜 好啦 弟弟自己的底拿快點 按讚 訂閱加分享 拜拜